亲爱的徒儿,你还好吗? 得君子,邪道归人,客己赴礼,邪礼以利,任父道行字也,庄重至身以利,弘其异以行字,谁挂,恶时,择雷谁? 得君子,正颜色以尽性,行有事无,时存若须,满朝损千受益,为千者能得福,迎额能荣,损挂二十一,三者损,有得君子,至而有魔必成,勇以好问定胜, 一嫌不困,一不皆穷,行人无虚,折身道以修信,同人挂,天使二,天火同人,有得君子,君子人言忠信,私利通明,人在身色无发,主行信道以利, 得物以行中规,从万事之宗时,护华二十三,地雷父,有得君子,道人是逆则律,不欲则备, 但光满照,道心事相,明已远处,并施诸身 好的 感谢各位前行人 今天要来到的是副卦 那这个卦的卦像 刚好呢,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博卦,刚好是相反的 博卦是一个阳瑶在最上面 这个副卦呢,是一个阳瑶在最下面 那我们都知道,易经它是由下往上发展 所以这个副卦,叫做一阳复始,也叫做一言复始 这个反而是好的,副卦呢,是一阳在上 那就整个呢,就是快要被剥落的感觉 就是阳要掉下来 但是掉下来呢,反而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个一言复始,万象更新 它会从下面的一个窑慢慢往上 两个窑,三个窑,这样往上去发展 反而是一个好的 可是呢,我们重点是 这个一言复始,叫做谷底的翻转 谷底的翻转 那如果已经来到谷底了 那这个叫做波及壁复 可是壁复呢,也要能够顺利的翻转 所以通常我们白羊的副卦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要翻转人生前应该有所准备 所以凡事义则利,不义则废 第二呢,在寻求复兴的过程当中 应该修正自己的缺点 就是改正,弃除四项也离四行 其实就是我向人,向众生,向受者的相 把这四项给放下 那所以,我们这个卦呢 在讲复兴的生机 从这个卦相上来看 地雷复 那等于说,这个上坤为地 下阵为雷 地底下打雷 这个等于说是春雷一声响 有那个生机的开始 所以生机藏在地底下 万物冬眠了 那冬天过了 那春天要来了 春雷一声响 这个所有的大地就是动起来 代表生机的无限 所以也叫做一言复识 一言当然代表阳 就是前言 也是一个循环的开始 所以七日来复 就刚好一个循环就是七 重新又开始了 周而复始 这天地呢 有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 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卦相呢 正代表动 坤代表柔顺 所以叫做动以顺行 我们要顺应这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现象 反观呢 也要看到自己 自己 如果来到了谷底的时候 要等待那一个一阳复始 一个阳出生 不过这个时候呢 也特别的自认 等于说一个人 到了谷底的时候 如果他的信心是最脆弱的时候 那要开始往上去发展 首先就要把这个信心建立起来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自认为弱的 慢慢慢慢发展到壮大强大 这个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所以也不可以超市过急 亚苗助长 应该顺其自然 就是动以顺其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六个窑 白羊的副卦 这六个窑非常的好 那如果我们读传统的副卦 你没办法了解到这么深入 怎么讲呢 像他一开始讲说 初九 大凡事 易则利 这个指的就是说 当我们来到人生的谷底 首先也要知道 我是不是已经来到谷底了 其次呢 要能够顺利的翻转人生 所以这里呢 他就包括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知道 现在已经到了谷底了 我要坚持下去 马上要翻转 但是翻转呢 要在心态上有所调整 做好准备 这个心态上的调整 这是第一个窑告诉我们的 就是一个人 你要改变外在 改变环境之前 先改变自己 所以要翻转人生之前 先调整自己的心态 那除了心态上调整 第二个窑 六二 其实六二是接第一个窑 凡事易则利不易则废 所以这两个窑呢 刚好 它是一个准备工作 就是说 心态上调整 还有做法上也要调整 也要改变 就是以前 会让自己来到谷底 一定是以前的很多缺点 需要改变 所以在做法上 心态上调整之后 做法上如果还是跟以前一样 没什么改变 那也没办法翻转 所以一定是心态调整 做法也改变 如果一个人会来到人生的谷底 以往可能是因为 他的观念上 不是很好 生活也 习惯也不是很好 那现在要改变了 当然也要从习惯上去调整 心态调整之后 习惯 比如说生活的 作息对人的态度 做事情的态度 这些都要去改变 那做好彻底改变前的 那种准备 就是改变以前的错误 而且要把它当做 好像百废代子 就是把以前的全部放掉 因为人会来到谷底 一定有原因的 那代表以前 有很多的错误 那干脆就把它全部放掉 叫做百废代子 这样子重新开始 进行各项修复工作 这样才有效 那第三个谣 回光返照 就是一位有德之人 他在谷底 寻求翻转的时候 首先 心态上的调整 是突破困急的关键 那心态的调整 是要从自身做起 有些人心态上的调整是 想来想去 原来是谁的错 在心态上都是在 在 责求别人 没有 管求诸己 所以这里的意思 回光返照就是说 要反观自己 到底 为什么会来到今天这样子 是不是 有哪一些 心态上 还有对人 做人做事上 有没有些什么样的缺点 这个就是反照自己 改进缺点 通常 一个人 如果 会来到谷底 应该是天离君子的正道 还有 对人的态度上 还有修养上 都有问题 比如说脾气毛病 太用情绪 来处理事情 而不是 心平气和来处理 这些缺点都要改 以免在 追求复兴时 会信心不足 反反复复 再来 真正要改的是什么 我们的白羊义 讲得非常好 他说 你在寻求人生的 翻转的时候 如果在众多小人 就是负能量 如果我们还是有很多负能量 就是包括想法 做法 都是一些 不是精子正道的 而是负面的 包括对人的态度 自己的心态 这些负能量 如果在负能量中进行 你真的要翻转的话 你就要坚持道心 道心代表正能量 那弃除影响道心的四项 这里道心四项 四项就是我项 人项 众生项 受者项 从这方面心 从这方面心努力 放掉一切的我 重新开始 因为一个人会来到谷底 一定有很多要改 那干脆重新开始 放下以前的我 以前有人说 事业失败 干脆看破红尘 出家去 那种看破红尘 就有点类似这样 我干脆放掉 以前的我 重新开始 不过 那未必是最好的方法 那明依掩除 第五窑 因为第五窑 是一个领导者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 带着大家一起 翻转谷底的 那要寻求复兴的时候 就要明察改正 以往的错误 那通常 这个我项 人项 众生项 受者项 是一切执着 跟错误的来源 那什么叫做我项 明依掩除四项 所以 首先要想一想 是不是从以前 到现在 都太以自我为中心 人家很难跟你沟通 我一定要怎样 怎样 不知道我的意思 我就不高兴 就甚至吵架 那因为这种我值 是一切相的根本 所以要能够弃我相 能够弃我相 就能够弃一切相 另外人相呢 是什么 就要想一想 从以前到现在 为什么 会来到人生的谷底 这么烦恼痛苦 可能是人与人的 对待分别心太重 就是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就对你不好 这种对待分别心 对待分别心呢 就是你你我我 二见分别 其实这个就会有各种的烦恼痛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学习那个 慈心三昧 慈心三昧就是说 不管你对我再怎么样 我都要对你慈悲 那种就说慈心三昧 那种就不会有人相 那众生相呢 众生相是现在人最常犯的 比如说 我们人都很喜欢跟人家比较 都喜欢跟人家竞争 跟众人去竞争 比如说这里有十个人 我总希望我是那个最前面的那一个 那种众生相中的竞争 好胜 这样子呢 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意 就会有种种的不如意 我们希望在众人当中 成为那个最好的最优秀的 但是不见得能达到 就是因为有这种不如意 就会产生各种的痛苦 另外受者相 受者相有时候就是对一种 自我寿命的种种执着 一旦生病了 就会情绪很低落 有种种的恐惧 产生种种的痛苦 情绪低落就好像来到谷底一样 以上呢 这四项 这里白杨义告诉我们 人生会来到谷底 都是这些执着太重 都是这些执着太重 所以我们要寻求复兴 病施诸身 上六 所以说如果要寻求复兴 一定要反求出几 要把事项好好的检讨一下 是不是我太重 果子太重 或是分别心太重 等等的 这四项又能够放下 而且如果我们还是处处 责求别人而忘了反求诸己 这个病施诸身就是反求诸己 这样子呢 这种复兴的路呢 很容易迷失方向 如果我们都还是在责求别人 忘了反求诸己 所以应该要能够反求诸己 以修内德 如果把不如意的事情都当作修内德 那个就是困卦所讲的 那个是最有智慧的人 那如此方能除旧不新 开展心急 所以我们这一卦呢 就是一个有德君子 当一言复始 开始复兴 他会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会从自己开始 实施观照自信 弃除影响道心的事项 我项 人项 众生项 受者项 明争我眼离事项 就是无我项 无人项 无众生项 无受者项 如此方能除旧不新 展开心急 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种智慧 就是把人生的谷底当锻炼 因为人生来到谷底 正好可以放下四项之处 如果人生处在最得意的时候 最如意的时候 你将他放下四项那很难的 只有人来到谷底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痛定失痛 有些人叫做看破红尘 那个真正把四项放下 这样子就可以翻转人生 得到那个动力 好 最后我们再把 复华的华子这个经文读一下 复华二十三 必雷复 有得君子 大凡事义则立 无欲则废 肥光返照 道心四项 您以眼除 并施诸身 好 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向 回向祭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孔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伦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弥乐净土 好